今天群岛话题 带你看看了 说到迪士尼 你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迪士尼乐园吗 不过我们告诉你 其实除了乐园之外 它在我们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 最新迪士尼砸了2.1兆 收购了21世纪福斯 背后含义就是出了 大家都知道的电影 包含像是《复仇者联盟》 还有《超人》 《特工队》 这些卡通等等 他们本来就都是 是迪士尼了 但是收购了福斯之后 未来迪士尼将也有 包含像是阿凡达 铁达尼号这些 经典大片的所有权 所以这样的迪士尼 掌握了好莱坞 将近一半的票房了 成为美国娱乐产业的 龙头公司 听起来应该很赚钱 感觉说买迪士尼的股票 应该就可以不败了 可是我们告诉你 数字会说话了 大家在关注过财报 迪士尼的财报 却是不美丽 我们现在看到 本来分析师预估 他们的营收 3.4亿美元的 但最新的营收 却是152.3亿美元 看起来是少了 将近1亿美元多 那我大家在乎 就是每股赚多少钱了 他们每一股 预估可以赚到1.95美元 这也是华尔街分析师预估的 但最后出入财报 却是只赚了1.87美元 那么其实这样子 一来一往之间的落差 他们先解释了 包含现在的制作成本 费用增加了 还有他们旗下的 ESPN的订户 慢慢的流失 甚至很多人长相 就是所谓的 很多人喜欢看的 乐视网 还有其他的线上影音频道 所以迪士尼的用户流失 导致他们的财报是下降的 但是这一块看到了 还是在影视产业部分 可是迪士尼不只有影视产业 我们就说了像乐园 所以他们的乐园 还是最大的金鸡母了 你看到在营收部分 主题乐园 可以让他们赚进了 51.9亿美元 那么在影视娱乐的部分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 复仇者联盟 还有超人特工队 这个地方正是他们赚宝赚回来的 这边营收来到了 28.8亿美元 那么在媒体网络的部分 营收来到了 61.6亿美元 所以迪士尼 它除了是有这些电影之外 还有乐园 都让大家觉得说 其实未来它的商机 还是可骑的 并且它现在收购福斯之后 等于是美国的娱乐龙头了 但是同样说到了财报 不如一起 我们就要看看了 最近才能为您报告 就是美国电动车大厂TESSA 它的财报一直都没有让 华尔街的投资人满意 但是马斯克或许根本不在意 所以请他表示了 他考虑要把TESSA私有化 那么私有化一直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持有TESSA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卖给我 因为我以后不想要跟股东分享了 这公司私有化之后 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 所以股东可以以每股420元卖出 那么如果马斯克 他真的愿意以每股420美元 买下大家手上的TESSA股票 这笔交易会打破过去所有的私有化交易 成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私有化交易金额 而这个消息一出 居然是让TESSA的股价飙涨了11% 工厂运作马不停蹄 美国电动车商特斯拉 才对外喊出明年要周产 一万辆Model 3车型 正回执行造马斯克延续满满信心 在推特上语出惊人 马斯克甚至推文表示股东可以以每股420美元价格 把股票卖出或者继续持有股票 让公司自己私有化 引发各界激烈讨论 结果马斯克发文一出 特斯拉股价立刻飙涨超过7% 让股票交易一度暂停90分钟 最后特斯拉以每股379.57美元作收 和前一天的收盘价341.99美元比较 特斯拉一共飙升10.99% 市值来到638.7亿美元 但特斯拉的财务状况仍然备受质疑 由于根据马斯克要以420美元价格 收回特斯拉股权 那么宗教一金额将会超过720亿美元 工程相当浩大 但也不是人人都看衰马斯克 马斯克爱开玩笑 但也经常兑现自己的预言 根据外媒透露 马斯克随后还寄信给员工 表示虽然是否私有化还未决定 但这一切是为了要让特斯拉公司 创造良好的营运环境 马斯克到底打着什么算盘 各界仍然物理看花 三立新闻 陈泰报道 好 再看到这是现在最夯的关键字了 如果你还没有玩过 你可能就落伍了 因为就连小学生都在玩 这个APP叫做抖音 所以我们说它是21世纪的鸦片 因为玩了好像会让你上瘾 为什么抖音会很夯呢 我们说现在是网络时代 你玩的抖音 它就是一个短短的短片 你就在里面跟着这个动作 然后自己发挥 然后上传之后 如果很好笑 15秒就可以让你成名 因此抖音夯得不得了 我们来看看 抖音他们最新宣布了 我们先看到 它当时从2018的1月 3月 6月 7月 在7月时候正式宣布了 他们的用户数 居然破了5亿 5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5亿非常的夸张 我们告诉你 目前在世界上 可以达到用户量 5亿的数字 在抖音之前 全球只有脸书 然后还有就是MSM Message 或是WhatsApp 还有IG 微信和QQ 所以你看到抖音 已经是名列 等于是全球 很多每个人都在用的 短视频平台了 而且不止中国大陆 包含像整个东南亚 甚至日本韩国 都很多很多人在使用 那么它其实才成立 短短两年 这样的公司 怎么可以办到呢 其实我们就来说了 它有很多的数字密码 你每天看电视 或是花脸书 花多少时间 但是大家玩抖音的时间 已经超越脸书的时间了 根据统计呢 用户每一天 会粘在抖音上面 居然可以玩到60分钟 就是玩一个小时 它其实也没干嘛 你就是对着手机 然后录影 然后跟朋友一起玩 或怎么样 就可以玩一个小时 不像脸书 你还可以看别人的动态 抖音就是你自己在上面 玩完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别人怎么发挥 然后可以再学习 所以就可以来到了60分钟 那么它的估值呢 已经来到了100亿美元了 我说嘛 它才上线两年时间 2016年9月到现在呢 现在已经来到了 100亿美元的估值了 那么谁都在玩呢 我说现在没有玩就落伍呢 那是因为小学生都玩嘛 小学生有些是90后 有些甚至已经是100了 所以你看看哦 包含像是90后 他就说24岁以下 占了三成 那么24到30岁呢 也占了40% 就是说30岁以下的人 占了七成了 但其实这年龄层 应该是还要在 逐渐下修的 代表说年轻人七成 都一定要玩 你好像没有玩就落伍了 可能还会被排挤 那我最后看到 这个数字码是 4580万次 这部分只在iOS平台 光是今年第一季 抖音写下了 全球下载最多的app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狂的记录了 虽然是抖出如此大的商机 而且不只抖音 很胖的不得了 开始其他很多 大陆知名的科技龙头 也推出类似的视频平台 但是似乎都没有办法 像抖音如此如此的夯了 可是我们待会看到 好像说中国大陆 就是一窝蜂 如果在一窝蜂当中 窜出来除了抖音 是个例子之外 其实大陆的服务员 很广大 那么大陆的用手机 付钱很方便之外 用手机叫吃的 其实也非常的方便 其实不管你多晚 你只让手机点一下 都会有起手 送食物给你吃 我们今天带你看到 是中国大陆知名的 线上外卖平台 叫做欧罗妈 它拥有2.6亿的用户 这是什么概念 就代表全中国 2000多个城市 都可以帮你外送 不管你做的有多偏远 夸张的是他甚至还被 电商巨部阿里巴巴 给买下了 他达了2900亿元来收购 买了这个平台 可是这个平台一开始 怎么会成立了呢 谁想到要在大半夜 帮你外送 其实就真的是读书人 当时有一些研究生 他们半夜在宿舍打电动 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你整晚没睡觉 半夜很饿 但是叫不到外卖 他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自己创业好了 大家凑了一眼钱 一起打造这个饿了妈的平台 但是这个创业让他们因此走向 很灿烂的外卖人生 口渴了 外送人立刻在眼前 中国知名外卖平台 饿了妈 主打迅速服务 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 公司也越做越大 就连NBA传奇球星Coby 也来帮忙宣传代言 饿了妈成为业界明日之星 近期更被电商巨拨 阿里巴巴一眼向重 今天上午 阿里巴巴集团 蚂蚁金服集团 与饿了妈联合宣布 阿里巴巴已经签订了收购协议 以阿里巴巴集团为首 4月份斥资95亿美元 收购饿了妈公司 目前外卖平台 已经涵盖中国2000多个城市 拥有2.6亿个用户 但饿了妈一路走来可不简单 一切起点从10年前开始 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 我其实身上也没什么钱了 我想在家里要点钱 一直开不了口 除了口袋空空 一群研究生 晚上在宿舍只好打电动 半夜肚子饿 却没有外卖可叫 几个好友因此灵机一动 展开梦想 走向外卖人生 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创造全球独一无二的 即使上门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梦 饿了妈创办人之一的张旭豪 2008年才23岁的他 和同学硬是凑出几万块人民币 开始做外卖服务 但最大瓶颈是根本 无法和大财团抗衡 张旭豪就靠着电脑网路 吸引更多业者上门合作 形成连接消费者和店家 强大平台 持续提供服务 直到现在 跟阿里巴巴深度的融合 然后跟他的新零售 整个体系完全的打通 除了背后有阿里巴巴 饿了妈2017年也收购了竞争对手 百度外卖 拥有两大巨头企业的支撑 接下来就得跟腾讯集团旗下的 美团外卖竞逐庞大市场 让中国外卖平台形成 两强鼎立的局面 三立新闻传台报道